副总理王瑞杰呼吁本地大学和研究所 强化同海外的材料科学学院和相关企业的伙伴关系 以协助我国抓住新机遇并推进制造业发展 可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板块 还有借助3D技术打印于是可缩短建造时间 这些都是材料科学进步的一些例子 科技创新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 但消费者不会是唯一受益者 这些将会改变工程度的未来 非常重要的方法 这将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材料科学学院的发展会变化 这将会改变新的方法 例如供应链 我国也希望在材料科学领域的优势基础上 推进智慧国的进程和发展知识型经济 出席国际先进技术材料研讨会的 王瑞杰副总理呼吁 本地大学和研究所继续同海外伙伴建立合作关系 为期五天的研讨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千多名专家和代表参与 本地大学和国际先进行救援